佛陀只用了两个月就修到了老师70年的境界 当你禅定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秃鹰就会把你看成像岩石一样 西达多禅定了两天 却并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感觉整个人就像羽毛一样 变得很轻盈在天空中飞舞 跟小鸟一样的飞翔 然后似乎如上升的云朵 慢慢的像是没了身体一样 还发现自己又变成了一棵树 在地上生根发芽 树枝向远方蔓延 无穷无尽的虚空围绕着自己 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 这平静像河水一样从内心流出来 虽然他禅定的时候 内心是很清静的 一旦脱离了禅定 复杂的情感却又包围了自己 回之不去的痛苦和忧伤 一幕幕的出现在眼前 西达多的老师想让他继承一波 带领静修林的众人继续修行 西达多心想火本性至善 为寒冷的人带来了温暖给饥饿的人 但是火受制于方寸之地 只能帮助一户人家 却让众生陷于黑暗和痛苦之中 虽然自己已经修到了一定的境界 但是还没有找到解脱轮回的方法 所以最终还是决定要离开 去更广阔的空间继续前行